台湾的新車市場還有哪些車款值得期待呢 我們講到了這個豪華品牌 Audi的A8真的等得有夠久 艾大它終於開始預接單了 而且聽說狀況還不錯是不是 冠儀等得有夠久是你說的不是我說的 真的 因為我那時候反而又不看到 我覺得它真的新世代很厲害 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公司有位同事剛好去參加這個 Audi A8的一個海外試駕 然後那時候他還在這個 做這個西班牙 做這個現場連線的直播 哇塞 那個時間已經是兩年前了 你知道嗎 對 所以冠儀你看完了 在車廠看完這個車之後 因為發覺 怎麼那麼久都沒有聲音 都沒有消息來到台灣 其實我覺得真的是有一點可惜 為什麼 因為 Audi A8這個車 不要說我講 那個冠儀你也自己親身看過 這車真的很漂亮 而且它內裝的 這個都是觸控式的這些 科技感時間 對 然後甚至它有 Level 3的一個 這個自動駕駛技術 那我們先不談 Level 3到了台灣來 有沒有辦法去 這個根據法規上面的一些要求 能不能夠讓台灣的消費者 體驗到 體驗到這樣子一個新的技術 我們先不談這件事情 我們先來談談就是說 Audi A8的這個所謂的 主動駕駛的這一塊功能 你知道它停車啊 我們現在是不是很多 自動停車是按個鈕 然後在那個地方打排檔 它會一一 最早期還要自己打排檔 R檔 D檔 後來你不用換檔了對不對 就R檔 D檔 它自己會切換 現在沒有 其實現在在Audi A8 你只要下車就好了 反而你是下車 下車手機拿一按 然後那台車遙控停進去 開出來 怎麼樣它都是 你根本不需要坐在那個車子上面 好厲害 就很像你在看那個電影 未來科技一樣 你用手機就可以控制這台車子 直接開到停車格裡面去 那當然它還有很多 很多一個這個 非常高科技的選項 我覺得在安全上面 其實是很厲害的 你看它的這個氣壓懸道系統 我們一台車如果這樣直直的開對不對 如果它偵測到旁邊 有一台車可能要撞到你的時候 它會怎樣做你知道嗎 它會 這兩側的氣壓懸吊系統 會把你車升高 也就是說這台車撞到你的時候 你會保護你在車內成員的安全 它用它車子最硬的地方 來去抗拒 抵抗外來的侵略跟撞擊 好聰明喔 很聰明的一台車子 那當然 就是冠儀你也知道 這個車就是 應該兩年前要來台灣的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可能大老闆比較不在意這件事情 因為多數的消費者會希望說 我買一台車子 它可能大改款要六年到八年的時間 我希望我這六年到八年 展接賣的都是我所開的這一台 車子最新的 不會是上一代車的這樣的感覺 那再來還有一點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預售價是 398萬到559萬 這個不同的等級 會有不同的價格 可是如果你往上面看一點 哇塞 GLE的這個接單價賓市 300到385萬 比歐迪A8的這個398最便宜的 還要再低一點 對不對 其實這個也是 我覺得這種進口的豪華房車 遇到面臨到的問題 已經在全世界各地都在上演 我們台灣你看 剛Rick剛有跟大家講說這個 多產的中大型房車消失不見了 現在能夠選擇的是 百萬上下的休旅車 所以大家已經開始 不太會去買這種中大型房車 現在尤其是在這個大豪華市場 其實也慢慢開始 你看看 大家覺得同樣的錢 或是甚至更少的錢 我可以買到休旅車 而且配備更好 我們之前不是有採訪過X7 是那個X7有沒有 哇那個價格你要 就是把那個配備全部放到 大漆上面的話 那個比X7還要再貴一點點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市場會有一些些的轉變 不過如果說單純以這樣的一個 急劇來說 Audi的A8它對上的肯定是 BMW的大漆 以及這個賓士的X-Class 那我覺得還有一點點 市場的這個消費行為的轉變 就是說以往這些我們認為 它是後座買家 絕對是大老闆的選擇 但是其實現在很多CEO 有年輕化的一些趨勢 尤其是現在新創產業這些老闆 都非常年輕 那他可能開一個C 或是開一個3 或是開一個A4好像不夠大氣 他可能必須要選擇這個品牌的旗艦車型 那他又不需要司機 他又不想要司機 他想要自駕 那可是所以像這種大型豪華房車 我覺得對於自駕市場來說 開始可以去思考一下 怎麼樣去面對這些想要自駕的消費者 那當然啦 以Audi A8來說 我覺得賣相是比這個大7跟S還來得更好 為什麼 他夠年輕啊 對 他的這個操控感夠好啊 Quattro的系統讓你更有感覺啊 所以然後很多科技面的一些呈現啊 比起這其他競品來說 他好像更強了這麼一點點 我覺得他更容易吸引到一些比較年輕的CEO 來購買這樣一個車型來去做自駕的一個選擇啦 畢竟 以這個車型的外型來說 你開這台車只是大 只是大而已 人家不會說 你開你老爸的車出來嗎 那種感覺啦 如果說其他兩個品牌 我想可能會有一些這樣的邏輯跟想法 在這樣機場接送車 如果你又穿得整齊一點 欸 最近換車換工作了 那個感覺就不太對 當然除了豪華大型房車的選擇之外呢 其實接下來這款車 賓士的B-Class在市場上面的表現也相當不錯 而且上市的是全新大改款的對不對 小葉 沒錯我們都知道 這幾年賓士年輕化的一個最大的工程 就是他們旗下的新時代豪華小型車 因為名字叫NGCC 那A-Class B-Class都是其中的一個成員 那我們都知道這個NGCC 這個小型車的世代 目前正在改朝換代 第一個就是A-Class 他在之前已經推出了小改款車型 那接著就是這台B-Class 他們相同的就是導入了新世代的外觀造型以外 他還立基於相同的底盤基礎 也就是NFA-II的新的底盤基礎 這個底盤基礎讓整個開起來操控感更好 舒適度更好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B-Class我們都知道他是透過類似 類MPV的概念讓他整個車內空間提升 也就是他把車頂的車頂線拉高 讓他車內的空間好 而且除此之外 他在後座椅的設計 他採用40、20、40的分離傾倒機制 所以他其實在標準乘坐的 他就可以到了455公升 那如果你把座椅都打倒的話呢 他甚至可以到1540公升 他不只整個空間表現已經直比休旅車以外 他也透過像是座座點的提高 在駕駛座方面 他的座椅的高度就比A-Class高了將近90mm 所以讓你看起來更遠以外 看起來開起來感覺會更安全感 那此外兩個重點就是 第一個他的動力其實跟A-Class一樣 B-180跟B-200 兩個都是用1.3升的渦輪增壓引擎 那安全的部分呢 我們都知道目前賓是 開始在強調他們的安全部分 因為C、E、S都把輸出了23P 這個智慧輔度套件列入安全的標準配備 但是B-Class比較可惜 因為車型電位關係 他都還是選配 就是這一點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 那當然還有更多的車款呢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廣告回來之後馬上告訴大家 用哪張家的小鋼炮Velostor 回來了對不對 瑞克 是啊 其實Velostor那個 小改款這個車型 剛好昨天我才去展現實際的那個 媒體賞車 對對對 他現在小改款之後 他的頭燈啊 我覺得他潛寶桿這個造型啊 其實是改變最大的地方 因為他潛寶桿他整個氣霸放大之後啊 你看往下樓那邊看 其實他那個是立體 而且有交錯層次的 所以我覺得他的整個車頭的 這個侵略性啊 比上 比之前小改款之前啊 還來得更加強烈 然後 當然Velostor他這個車型 最主要的是 他算是有一點 先背鋼炮的這個意味在喔 所以其實他 我覺得這次的小改款 除了在外觀 還有內裝的一些 細部質感的提升之外 還有一個動力 還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重點 因為大家如果想要開這種 類似類股鋼炮等級的車款 對於性能還是比較要求的嘛 因為他是1.6升的 渦輪增加引擎 動力也有204匹 其實動力表現是相當不錯的 Oainen Oainen O greedy 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